故事一开始,阿当就看到异类凯武在暴打石王 而石王也不甘示弱,拿出凯武表盘 在沃兹的庆赫身中变换为凯武装甲形态 因为另一边的盖茨还在被追杀 着急的石王直接使出炸汁时间粉碎 一刀解决了异类骑士 按照惯例,骑士从不回头看爆炸 谁知,随着异类骑士被打倒 周围的场景竟然开始变换 很快,庄武被传送到了一处特殊的时空 在这里,小魔王见到了已经成神的沙晨 傻臣告诉他,不要什么事都想着自己扛 要去相信同伴的力量 时间回到三天前 这天,异类骑士突然出现,准备攻击路人 幸好盖茨及时赶到,阻止了异类骑士 谁知,异类凯武却挥手将盖茨丢进了海姆明界 随后转身离去 三三来迟的庄武和阅读目睹了这一幕 另一边,被传送到海姆明界的盖茨 看到有怪物在攻击人类,立刻变身 几刀解决掉小怪 这时,假面骑士巴龙出现在他面前 画面一转,巴龙舞蹈团站进行舞蹈表演 领头的男人正是异类凯武 而阅读不知从哪得知了关于异类凯武的消息 并带着庄武找到了这里 庄武拿出变身器,准备变身 双方展开激战 石王拿出欧兹表盘,变成为欧兹装甲形态 对着异类骑士发起连续进攻 眼见不是对手,异类骑士准备将石王也送进海姆明界 幸好关键时刻,有人开枪击退了异类骑士 石王转头望去 石王准备释放大招 谁知最后关头,另一个石王却拦住了他 并表示,现在还不是时候 下一刻,两人被异类骑士正面击中 异类骑士也趁机开溜 烟雾散去,两个石王面面相去 原来,蓝衣服的石王来自于三天后 也就是开头见到了傻臣的那一个 也是他告诉了阅读关于异类凯武的事 而他之所以冒着危险穿越回来 都是为了拯救被困在海姆明界的盖茨 而想拯救盖茨 现在的庄武也必须获得凯武的力量 三天后的庄武拿出一张地图交给现在的庄武 两人按照地图找到了失忆的傻臣 但异类凯武也找到了他们 庄武健壮拿出表盘准备变身 异类凯武召唤出两只小怪 这时,傻臣抬手将两个表盘扔给了庄武 庄武拿出表盘准备变身 谁知,石阶者突然出现 无敌的石坚王者再次被石停 石阶者抢走了凯武表盘 这时,伴随着一阵光芒 另一块表盘变换成机器人形态 原来,沃兹竟然和石阶者达成合作 将几人的计划告诉了斯沃鲁茨 几人回到家,沃兹没有解释太多 只是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庄武能走上城王的道路 随后转身离去 但沃兹的背叛也是未来庄武计划中的一环 只见未来庄武拿出西瓜表盘 而与此同时,海姆冥界里的西瓜表盘也找到了盖茨 并将凯武表盘交给了他 两只西瓜表盘产生联系 众人终于见到了盖茨 两个石王同时拜托盖茨将凯武表盘带回来 最后的作战正式开始 画面一转,现在的庄武找到异类骑士 随后变身与之展开战斗 而海姆冥界里的盖茨和巴戎也找到了一条时空裂缝 盖茨骑上摩托车,准备飞越时空裂缝 盖茨顺利穿越时空裂缝,来到战场 随后将凯武表盘还给了石王 与此同时,未来的庄武也驾驶着时光摩生机 回到了2013年,找到了刚刚诞生的异类凯武 不同时间的两个石王同时拿出凯武表盘 现在的石王使出连续斩机,将异类骑士砍飞 未来的石王也召唤出漫天的橙子 砸向异类骑士 最后,两个石王同时释放出凯武终结技能 按照惯例,骑士从不回头看爆炸 被异类骑士扔到海姆冥界的人都回到了现实 凯武的故事告一段落 但假面骑士的故事还将继续 我是阿当,我们下期再见